说起火锅 想必大家都是很爱吃的 毕竟这是人们最爱吃的一种美食了 尤其是夏天里面约上几个要好的小伙伴们一起吃 那是最好不过的 而且现在吃上一顿的火锅价格也不贵 差不多就是一百元左右 还能吃得很撑呢 现在生活越来越好了 连很多的明星也开始有副业了 像最近邓家家 乘客都是开了一些好吃的麻辣烫店 生意超级好 邓家家想必大家也是认识 我们从小看了大的爱情公寓 就是里面来的小姨妈了 最近电影也是要上映了 最近也是开启了火锅店 或者是最受人们欢迎的 不仅味道好 爱吃的人也多 现在是到哪里都能吃得到 火锅店最吸引人的地方就是价格还有味道了 人们爱吃的原因就是这两个 说起火锅谁不爱吃呢 毕竟这样的食物便宜好吃 不仅明星爱吃就连我们也是经常吃呢 差不多一周出去吃一次 最近邓家家就爆出了自家点了火锅 丰盛的一顿吃起来差不多也只要200元 而且价格非常的便宜 以前我们就说陈克家的便宜 但是没想到这家更便宜 完全吸引了我们 就连郭富城也是非常的爱吃 一吃就是14天 并且吃到嗓子都压了 火锅这样的东西吃足 那可是会上火了 尤其是夏天里面 火锅非常的油腻 吃完后还有点难消化呢 像他们家的就跟我们平常 在外面吃的一样价只要是价格便宜 基本上还是有很多人爱吃 看看这不就连吃上14的人都有 并且里面的食材都是很新鲜的 基本上是一天一换 吃不完也不会浪费掉 非常的良心 不仅在价格上面碾压了其他的明星的火锅店 就连味道上也是很好吃的 现在吃上火锅真的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了 有机会的话还能跟明星一起吃火锅呢 这也是一种福利 不过火锅还是得少吃 容易胃胀 本文源自歌坛小仙女 更多精彩资讯 请来接融界网站 www.grg.com.cn